玫瑰紅或是正紅 這個筆剛才有白色 所以現在調出來是比較亮的 那再怎麼擦它還是有白色 所以我可以先稍微調一下 然後再把它擠乾淨再另外調一區 那其實我現在要調的是一個正紅 就是比較不要那麼紫色的感覺 黃色 黃色越多越想越像橘紅 這裡我們可以再加一點其他的紅 這一片裡面有紅 往外刷 把上面襯托出來 上面的 這邊也有 這一片 往外一點 抹一下 大概像就好了 這一個好像畫起來很直 你要做鋸齒狀的 再用紅色去加 加個幾筆就好 至少已經很複雜了 所以不用每一個都要畫到 都要 都要畫出來 往外 這是三角形的 這三角形 這裡有一片捲捲 捲捲 更深的 加一兩筆 按紅色 更深的 加一兩筆 更深的 加一兩筆 放開 花眼 quasi 更深的 這一塊的這個地方更深的 红色加紫色或加蓝色 这边也蛮暗的 一小块然后建成到原本的底色 不够深再更深一层一层加深 这里还有细的白色就是密度更高更卷的地方 那中间那个就随意勾几个就好 把这个深色勾完就用白色再勾一下 白白的像这样子线条撇一下 有点厚度 锐利一点 有厚度好像沾上去离开这样子 练习一下再来画这里 这边这个比较白一点 这边 那其实变比较粗也没关系 因为它不是每个都是细线 这个就比较 这样子 这样子的感觉 这个有两层 一层 两层 这一片 这边边比较白 所以是 原本是灰的 再用白色建成到灰色 那这个也是有锯齿状 锯齿状算是比较小的细节 所以要最后再去压 但是应该是不用做到那么细 已经很复杂了 厚度 这个比较白的 厚一点 放在重点 这边它几块还没画 这块厚一点 厚一点 看起来都很多都很白 重点的有其他的就可以少画 这一片是它的背面 灰黄 这边再修回去 这个笔已经脏了 碰到绿色 画到外面 插一下 再把这个颜色往外刷 那要锐利 再用背景再压回来 那就大概就反复这些 步骤去做调整 那要做锐利 可是其实这样很容易不稳 所以你可以找个固定靠着 或是有时候画架 它这里有一个 找一个木头 靠在这里 木棒 就可以靠在这里 用手腕去画 或是你要看怎么支撑 靠在这里 可以找一个基层 所以 方法就是看 怎么去做出那个锐利度 手要稳 好 先到这里好了 然后等一下再把 我老师拍 好酷喔 好酷喔